大家好,今天來繼續介紹大和號2199,2202和2205分開來說 所有資訊來自日文維基百科網站2199和2199機械設定書 這架大和號最初不是叫大和號,而是屠裏地球成了三層星居住的出雲計劃大型移民算 有可能叫出雲號,或者有可能沒名,因為那段時間是地球和加美拉斯戰爭時期 雖然讓鏈子衝擊頭去平衡雙方科技上的差距,除了引擎也沒有任何作用 這架選舉的開發代號是A201F5E 在2198年,伊斯坦達220人提供了前波動引擎的設計圖 而移民船就改為星際航行的宇宙戰艦 即是出雲計劃轉為大和號計劃 在剛左的房子隔開會建造 同時是二戰超級戰艦大和號的沉沒之地 為了不要被加美拉斯發現,就對大和號、藍橋、鬼光、炮塔、雷達、麥安頂 亦像是矮裝 鋪了已死大和號的皮膚上去 100%不是二戰大和號的皮膚 因為二戰大和號的大小和宇宙戰艦大和號的大小不同 甚至西歷202選擇的紀錄片中 在2145年重建出來的大和號都鋪不上宇宙戰艦大和號的藍橋 好鬼死爭建,願意尋尋面有建 不如學美國的外科華級和退役戰艦做浮動博物館吧 看你一下吧 在冥王星作戰成功三星期後 花美拉斯航母對未完成建造的大和號進行轟炸 昨晚的大和號緊急啟動第二主炮發死三色彈,即落敵方航母 在2月11號,宇宙戰艦大和號正式啟航 進入宇宙,去大麥戰爭星雲取取宇宙恢復系統 宇宙戰艦大和號源號BBY01屬於超老級宇宙戰艦 亦可以叫超無畏級宇宙戰艦 引擎方面,前面波動引擎一座 7-4式護載引擎兩座 第一部份在8台7-4式激光合罪變反應堆 燃料是海三,同時是作為啟動兩座輔助引擎的裝置 大多數在加速時或駐引擎故障時使用 代價是海三燃料會消耗代盡 但亦可以從波動引擎內提取能量進行推進 戰艦基本數據,全長333米 南闊43.6米,最大幅度67.77米 第二層安定逆展開始87.72米 南高94.54米,最大高度99.47米 大和號一共有999米士兵 男女比例7比3 上規行速最高可以到達阿光速 準備了任何行星界氣場內飛行的能力 大和號具備了水上航行能力 和欠航能力 大和號具擁有三個機符 兩個艇符和一個車符 第一機符搭載兩架宇宙零式52型戰鬥機 他們在藍載機彈射氣彈射出擊 第二個機符搭載36架99式太空戰鬥機 有藍帶機符9出擊 第三個機符搭載兩架白色偵察機 兩架SC97太空運輸機 車符搭載一架KI8試驗型探索艇 和六架特異式工程車 最後第一個艇符搭載六架作業用工作艇 第二個艇符搭載兩架90式登陸艇 武器方面 藍手波動炮一座 三聯裝480毫米 陽電子衝擊主炮三座 三聯裝200毫米 陽電子衝擊副炮兩座 八聯裝煙通導彈發射架一座 兩人藍手預計發射款六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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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藍手預計發射四枚 六人藍體導彈發射架八枚 九四式爆雷偷射器兩座 12.7毫米四聯裝高射砲8座 8.8毫米三聯裝高射砲4座 12.7毫米雙聯裝防空砲8座 7.5毫米雙聯裝防空砲10座 7.5毫米三聯裝防空砲4座 7.5毫米三聯裝指揮塔近距離防禦火箭發射器 2座 1.2主砲和1副砲2可發射三色彈 2.2副砲2可發射空砲 3.3色彈 3主砲有機副沒有彈藥膚同時 無法發射三色彈 三色彈可以在正常情況和波動暗停息 不需要過多的能量 三色彈也可以擊穿敵人的裝甲 三色彈亦具備了定點轟炸 和防空的能力 但是射程有限 三色彈是沒有核彈的威力 現在第六集只有這麼巧 三色彈和空對地導彈的爆炸力 令加美拉斯的驅逐艦撞到星際彈道導彈 艦底導彈發射架可以使用通用型導彈和轉預錄 使用加特陸式彈艙 另外口方兩門和前方四門的導彈口 都對比發射能力 煙通導彈發射架是使用通用型導彈 是具備了地對空空對地的能力 速度比籃手魚雷快很多 但是不具備反彈導彈的能力 兩元的九七色火箭矛 有手動和自動控制的功能 具備了一定的飛行能力 也可以接入火控系統 作為攻擊敵人的手段 火箭矛的矛鍊 用若非一般的強硬度 而硬度可以和飯盒金有得揮 火箭矛也可以作為船矛使用 也可以拖著敵人的艦艇 也可以抵消波動口的後助力 又大和還可以用火箭矛 四座狗狗式太空雷達 和兩個波動炮主用的測距2 不是主炮用的測距2 這個才是主炮用的測距2 第一藍橋 是大和好指揮和控制中心 沖田13 坐的藍掌位可以穿梭在 藍掌室和第一藍橋 第一藍橋下面就是 超長的通訊和觀察天線 三年之後會有一個比他更長的超越測距 後面有一個觀察員槍 基本上是觀察大和好藍尾和藍尾以外事物的 也是古代和深雪 比倒大拍搞笑的地方 第一藍橋下面就是 兩座光學觀察設備 第二藍橋和第一藍橋的外形差不多 內部有一個中央作戰室 也是令第一藍橋的成員 在作戰過程裏保障他的安全 到202就沒有用過了 覆井神棍 第二藍橋兩邊的突出物是火紅炮的火紅裝置 而下面那個有五條的東東 就是整個火紅裝置的主系統 最底第三藍橋是 波動胡盾控制室 是和波動引擎連著的 同時和 煙通導彈後面的波動胡盾震覆裝置 控制著波動胡盾的輸出率 以這個藍橋 也可以作為整架船的燈籃口 南掌室第一藍橋 第二藍橋 第三藍橋 後方的觀察室 和藍側的觀景台 都有防護甲板 只不過第三藍橋 長時間關閉著 煙通導彈發射架 下面左右角有四角藍照燈 煙通導彈後面有三個巨大的軌缸 中間是主軌缸 左右的兩個是輔助軌缸 第副砲下面的8.8毫米三聯裝 高射砲隔離的東西是徒生倉庫 在大和浩南側 配備了大氣層飛行 接接三角 收藏在藍體裏面 船頭的球備手安裝了 咬空間升納 但是呢 是主動升納 一開就等於暴露自己的位置 自動到航室 是為大和浩提供航行目標行星的設施 實際上塞了一個伊斯坎達爾的瑞美女進去 大和浩水線以下的部分 擁有非常堅硬和厚的裝甲 這就是第三藍橋和後面的複合偽桿 沒有磨冷的原因 這個202年是複製情文寫的劇本 和199年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在199年12月8日 大和浩反彙地球 同時大和浩第一任艦長 終結十三去世 在動作宇宙恢復系統後 地球就變回原本的樣子了 大和浩被聯合國軍隊退役 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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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就是一條狀態 那是另一條狀態 這是另一條狀態 誰是? 這就是我的狀態 你自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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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一條狀態 甚至大和浩的軍籍也沒有了 NOO GOD 在2002年 波動和炮艦隊的計劃下 大和浩重新服役 進行第一次改裝 這次改裝令大和浩有點變化 藍手由這個 就變成這個 甚至藍側的部分 改到浮起了 原側的裝甲加厚了 主推進器的噴射口擴大了 第二副炮下面的 8.8毫米三聯裝防空炮 轉為8 門7.5毫米三聯裝防空炮 同時第二副炮 炮左 增加了第四艦橋 不知道有什麼用 水線就升高了 99色宇宙戰鬥機轉為 一色宇宙戰鬥機 以及增加了 一個宇宙虎視驗機 如果想看一色宇宇宙戰鬥機 投放效果的話 請看這位YouTuber製作出來的3D動畫 202毫米宇宙虎的出擊效果 在後來 六戰隊的加入 大和浩增加了很多 熱色太空機動自隔 第二次改裝 是火星大氣場進行的 增加的火空炮 大大多數是從銀河號艦上面拆出來的 但是艦底和第三艦 連一個防空炮都沒有 好大第三艦叫佳衣類型防空炮 麻煩 第一主砲前方增加了 六座12.7毫米 四聯裝高射炮 每個主砲上面增加了 兩座7.5毫米 雙聯裝防空炮 以及主砲的外層裝甲加好了 第一副炮炮左 又這樣 變成這樣 另外第一副炮 增加了 四座 12.7毫米 四聯裝高射炮 以及 兩座 7.5毫米 三聯裝 防空炮 在這裏 增加了 兩座 7.5毫米 雙聯裝防空炮 第二副炮下面 增加了 8.8毫米 三聯裝高射炮 第三主砲 後方 增加了 兩座 12.7毫米 四聯裝高射炮 兩座 7.5毫米 雙聯裝防空炮 兩座爆雷投射器 第三主砲前面 增加了 兩座 12.7毫米 四聯裝高射炮 在第一機庫 又增加了 兩座 彈射器 在藍炸機 增加了 軍炸型 一色宇宙戰鬥機 以及 有防空炮 一色宇宙戰鬥機 藍橋的狗狗式雷達 又轉為 多餘超 長 的雷達 最後 大禍變成 特雷沙 深色大禍號 不! 拜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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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究竟在看什麼? 我明明在看大禍號 之後那些事不用說了 請大家看回二十六集 就知道了 我真的不明白西奇掌師會找 福井情文去寫劇本 我到底在看什麼? 我到底在看什麼? 眼鏡沒有太大的變化 改了推進器的噴射口 加了機庫門口 我現在都不明白那部門是怎麼開出來 收飛機的 主跑的後座效果越來越離譜 現在九九版本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我還要靠近了 我手上看了 大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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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這段 我都不適合 沒眼睛看下去 總括來說 現在九九二和二零五的大禍號 會是不同的 《二零二》 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2005改了所有設定 天通導彈發射是假裝的全部是旁空導彈 全部塞了反彈導彈 加美拉斯星的起源 原本來自伊斯坦達爾 就改為無雷公錦衛院的星 拿自己的宇宙船過來殖民伊道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我會做 我依然不跟你們說 下次再見